今天在两个有文化的人的围绕下 我也觉得我好像有点文化了 一个是咱们曹兴远老师 上次来聊清明上河图 大家都觉得不过瘾 终于您又回来了 还有一个是雷仪老师 您是很久之前上过 当时我还记得 我们有的强强的观众 拿您这发型还忧您一抹 说是达利在我们这复活了 西班牙画家达利 真正跟达利有点关系的 应该是和曹老师 研究艺术史出身的 对吧 差不多五十步百步的距离 实际上雷仪老师 今天我觉得你聊这个话题 也算有点本乡本土 因为您就是社科院的 对吧 而这个杨将 钱中书 都是社科院这个单位 所以呢 怎么说呢 尽管我们有的观众都讲了 说求别聊杨将 但是呢 我们就还是聊一聊吧 虽然这个杨将老人呢 一百零五岁 他离世 据说他最后的希望啊 就是希望大家别聊他 希望别麻烦大家 别这个让大家在关注 这个我看杨将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也是人民群众不答应的 你看这几天 这个娱乐圈 不是娱乐圈 你看我怎么口误说成娱乐圈了 我简直觉得这像是聊成一场娱乐了似的 红白喜事 哎 你会说 你会说 是不是 高寿的人离开了大行了 那叫白喜事 哎 白色的喜事 所以红白喜事 婚礼和葬礼 合适的葬礼 是白喜事 您觉得好 而且呢 这家伙 这几天的种种形形色色的文章 争议 你们两位都看了吧 看了一些 先说说你们的质感吧 关于什么的质感 哎 雷老师 我先注意到你的这个微博了 嗯 就是一下啊 就说这个事情啊 从杨将就聊到了钱中书 就聊到了该对这个人呢 嗯 做何评价 哎 甚至聊到了在文革期间 他们的表现如何 等等 一下我就看见他的微博先说 说我曾经听谁谁谁说 嗯 关于钱中书的三个字 叫什么来着 三个词 是个聪明人 是个刻薄人 是个干净人 谁说的 李慎之先生说的 李慎之先生呢 是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 又是吴锡人 跟杨 跟这个钱中书先生 非常熟 他们四几年就认识了 咱们可以出一下李慎之先生的这个照片 啊 这就是李慎之先生 我觉得好有意思 以至于有些知识分子 现在开始 他就是 你们这个也有点什么呢 华山论剑那个劲啊 就是说有些知识圈里的人就是说 钱中书是不错 但是呢 我觉得他比不上李慎之 这话怎么解 这个呢 因为是一个不同 实际上我觉得 有时候有的人做的不同 你很难比较啊 那么呢 因为这个李慎之先生到他的晚年 更加强调思想启蒙的作用 公开的 有一种呼喊 有一种呐喊 为这个启蒙啊 有一种公开的呼喊呐喊 而钱中书先生呢 你看他几十年始终没有这种大声的几乎呐喊 只是在默默的做他自己的学问 做他自己的这个研究 甚至在不许研究 不许那样做学问的时候 他偷偷的冒着巨大的风险 他也做自己的这种研究 那为什么说他是个刻薄的人呢 呃 因为我也 我是社科院的 那么很多先生吧 或者你都跟钱中书先生很熟 李慎之先生也很熟 他的聪明 我也说了 是大家是公认的 有目共睹的 他的聪明 他的才华 是刻薄呢 尤其说他中青年的时候 或者愿望 因为他的学问特别好 你同行里面 其他人里面写文章啊什么的 有点这个错漏啊什么的 他 马上就能看出 经常的有说 嘴又比较这个 用今天话说 哎呀 要讽刺一下 或者幽默一下 讽刺一下谁谁谁的 那些 肯定也就看得出来 哎 就是 所以我坦率说 我不很喜欢 围城这本小说 很多人很喜欢 我不是很喜欢 我就是说 他里面那个 刻薄的那个味啊 我不是很喜欢 那 为什么说他是干净的人呢 这个干净人 我觉得这个 别人也跟我说过 他的一些这个 为人 李慎之先生 跟他更熟 跟我说 他每次说完 这三个评论 就要说 你要知道 干净人 是个很高的评价 那么我知道的 我说 在那个年代 能做个干净人 很不容易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不揭发 不批判 别人 同时 又没有自污 拼命的把自己检查 说的一无处失 一无事处啊 这种啊 你看当时在思想 改造的过程中 多少知识分子 要批判自己 批判的很厉害的 他也几乎没有 还能这个 自权性命于乱世 对 这个 曹老师 您的观点呢 他的干净 其实就是因为他聪明 他把这些都看透了 他早早的就明白 中国这个社会 怎么去生存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刚刚您谈到 他也是一个 做学问的人 我觉得 大家对他 还有一个认识的误区 他不是一个我们概念当中的知识分子 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知识分子 他和李生之先生相比 一个是知识分子 要拿出自己的观点 社会观点 一个是有文化的人 有学问的人 他学了 他问了 他知道很多 但他不愿意拿出我的观点 这个观点可能不适合拿出 在这样的 他所生存的年代 我们看他要看他生存的年代 他所处的环境 和他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聪明 刻薄 干净 三个 那你对杨将 这事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俩的 优势就在于比较长寿 劣势也在于比较长寿 刚好这种自媒体 媒体各方面 都能够传播很多信息 所以他们的形象 在社会上已经混乱了 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一般的来说 在中国社会里 应该是三个形象 一个是万事之表 孔圣人 第二个是有文化 有学问的人 第三个是有知识 有敢与担当精神的世人 或者是当代的知识分子 按照萨伊德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这个概念 不同的人群 想在他们身上 找到三者的共同特点 这是不可能的 他们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但是不幸 由于他们的围城 拍成电影了 于是钱仲书就成了一个 带有点公知形象的 对他的期待 但他从来没把自己 往那个形象上放 而杨健后来担当了 钱仲书的很多事情 大家也把他当作一种 网络公知的形象 但他自己拼命往后退 所以大家对他的期待 还是一种我们对有文化的人的一种混乱的思维的 一种异乡情愿 对 所以对他们的评价出现 这各种说法 就是因为我们期待他是圣人 我们知道他有文化 因此期待他是圣人 你为什么不拿出一些对社会 对什么有特别有见地的说法 所以这搅在一起 而且您的感受呢 还让我想到一点 您说这个长寿哈 我就突然想到要如此说来啊 这个鲁迅这个民族魂呢 他的妙处就是死得早 你不是 我有时候假想啊 就是说按说谁 就说人家有人讲了 就是说过小日子 两口子陶醉在书的世界里 与世无争 跟你们没什么关系 能不能这么活着呢 但是有时候没办法 我发现啊 一个人 你只要进入文学史也好 进入什么载入史册也好 就要被人研究 就要被人关注 但是问题在于 今天是一个什么呢 他互联网啊 社交媒体啊 是人人有发言权的 人人在朋友圈里 都能聊聊的一个年代 所以我为什么说鲁迅 他死得早呢 你比如我有时候替他想 我也觉得恐怖 你比方说啊 从今天文学史上来说 按说鲁迅到底有没有偷看他弟媳妇洗澡 这事你一听 你觉得你怎么这么八卦 可是呢 假如你是当一个学问来研究 这件事情与周氏兄弟这个闹翻 你不得不承认呢 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者 他的确也有他研究的价值 就当年两兄弟到底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 当然我相信鲁迅 他他他没有看应该是 个人不高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鲁迅活到了今天 你想 这事 兄弟俩为什么失和 他到底有没有偷看 弟媳妇洗澡 这家伙就是个全民炸了朋友圈的话题 你想这会聊成一个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包括你 比如他们讲到钱中书 讲到这个杨将 甚至我今天看到一个徐静如先生 我对他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到他一个微博上发出一个道歉 他说这几天都在传 余杰的一篇文章 说余杰的一篇文章里说呀 这个杨将当年给丁关根打电话 说是因为有两个学者后生吧 指出了钱中书的什么错误 然后就要求把他们俩的书给禁了 怎么着 然后徐静如在这个微博里 我刚看到的啊 他说的时候 他说我应该表示歉意 他说因为余杰说的这个事呢 是从我这儿听说的吧 而我呢 当年又是听三个人 仅从他们的口听说的 一面之词 所以他说为这件事啊 给杨将先生或者给谁谁谁造成的清誉 我要表示歉意 而且呢 你看他还说 他说我是说过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讲 钱中书不如李慎之 对吧 我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但是呢 我觉得对钱中书 我们应该有 那意思应该有更好的评价 于是呢 还把钱中书啊 在1989年 写的一首诗 给发出来 给大家讲解 给大家评点 那意思就说明啊 钱中书这个人呢 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只顾个人 躲在一个小窝 他实际有很多呀 对于这个人事的一些感触 你看广告之后 咱们可以出一下这事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看一下 就说是这个徐静如先生引用的钱中书啊 在1989年写的一首诗 这就是月事 这个咱们时间关系不具体翻译 大家可以去查这个讲解啊 月事千流两鬓催 快然孤溃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雨火 寸寸难燃逆后辉 对正意知需要换 出心何数得陈推 不图盛长 盛 我不知道有人读账 有人读长啊 不图盛长支离走 留命桑田又一回 这表现了钱中书某种情怀 您接着刚才讲 我就是特别赞同这个曹老师 刚才一开始他讲的一个 我们研究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环境中 所以我始终强调要懂历史 要懂历史才能对很多事情 不做出过于这个离谱的一些判断 比如说你要现在看了这个管车片 觉得这只能说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或者是说在那么学问中 这有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做呀 一个独属人 实际上他里面有 含有另外的意义中 就这个作品本身 先不说该想表现什么 因为他这个管车片 他写作的时候开始于文革之中 是偷偷的写的 而我们知道 从思想改造起50年代 到文革中写这种东西 就是一种反抗 就是一种说明你在抵抗改造 都是要挨批的挨斗的 如果发现了 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放弃了 那么钱中书先生能够悄悄的 后来这样子的研究学问 传承这不是传承文化吗 文革文革不就是要毁灭这个文化吗 他能够悄悄的写这些 那是相当的勇气和风险 不了解那个当时时代背景的人 就不会理解这种事情 他只是自己在那里写一些东西 我之所以说的时代背景 是因为进大学之后 读到的我自己觉得 当时出版的书 对我最有影响的是管车片 好欣喜 觉得文笔不一样 年轻了不起 还能读得进去 读不进去 读不懂 就是非常服气 于是我放下实践 艺术实践去学理论的原因 就是觉得学问原来这么可爱 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到了美国之后发现 原来钱先生恕而不作 但是他去世之后 杨将先生去世之后 很多人的议论 我再回头看这个书 我再反发 我觉得不是 回到这个历史时期 在当时能用这样清新的文笔 不受当时的文化的影响 文革风 文革风 红色语言的影响 能够如此清新 如此冷静的考究 你仔细看 它里面还是有隐喻的 对 有点像顾言舞 谈到国家和天下的区别 你仔细琢磨 其实里面有很多隐喻 我们还是没理解 它不能写得太清楚 放到那个环境之下 你说这个我就说 我昨天看了一下 杨将的那个我们仨 我首先对杨将这个人的感觉 真是像钱中书说 那个最闲的妻 我在他字里行间 你知道我感觉到的 首先我说这个女人 真是金贵自己的丈夫 自己这个丈夫 真的就是不容许 你们泼他一滴脏水 你看他在这个书里边写 说有些人说 钱中书写管这篇 为什么要用文言文 而且是看不懂的文言文来写 说这个中书根本不需要炫耀 他说在文革的那个时候 他就是要写得别人看不懂 还有你看那个云石先生 写一个怀念这个钱中书的 他就说那时候他1978年 就是云石先生第一次来中国 回到中国 他就是说他就见到钱中书了 见到其他几位 包括于平博什么的 这时候他才听说 因为钱中书的书这个管追篇 他文革后期写完了 七八年的时候正在印 还没出 他第一次听别人说 跟他说 他说这个钱中书有一本新的书 要出来叫做管追篇 还没出呢 他就听说了 他说你钱中书就跟他说了 说我是用文言文写的 这个云石先生 他也觉得很奇怪 他觉得到时候这么 这么改造了几十年 思想改造 文风啊 文体的改造 几十年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文言文写 这个就钱中书先生的话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 看来你没看到你是了解他这一点 他说用文言文才容易养活毒素 但是刚刚那那句话推成何必 初清何必推成 这话其实也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所以他用文言文他就说了在那个年代他只有用文言文就说他有一些异端思想 对 别人就你说别人也是一种自保也是他的文化习惯 我觉得你们两位刚才讲的很对 就说对杨将现在的种种说好说坏啊 其实呢 跟你对他有什么期待 或者说你希望他是怎样的人 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关系 比方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我觉得他有时候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啊 就像我喜欢你的为人厨师 我不喜欢你的为人厨师 有时候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 比方说我身边有些朋友 我会感觉到他们对啊 自恋的人有点瞧不上 于是呢 他们去解读杨将的这个事情啊 就总会感觉到 哎 咱们一个词要往好里说叫自爱 但是再发展一步呢 就是爱自己 然后再发展一步 也许他从杨将晚年的很多继续他们三人生活的作品当中啊 像我的有些朋友就会感觉到 好像觉得哎 就你们家生活就你们这生活是最好的 就是说真是跟谁都不屑 对吧 好像就会这会不会说有一点自恋 他们会产生一种气味上的不适应 我感觉到你不然就我来说 我觉得那是人之常情啊 人之常情嘛 那么一个女人 她觉得我们家我们家的这个家庭关系是最美的 我的老公是世界上最好的 中书是最有学问的 我们干的事情是 你们谁都没法比的 我觉得他要有这个潜意识 是不是也是人之常情呢 这回到刚刚雷老师说到这个刻薄这一部分 我觉得不屑这个词略有刻薄之嫌 可以不用不屑 我跟人不争 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去不屑任何人 没有必要 就是我不跟别人比较 我也不争 我也不比 如果我其实对他有个真的期待 如果他不说后半句我更 这句话他说不是说他没说 不是他翻译的 他翻译的一个诗人的英国诗人的 但是现在在这个自媒体上都把这句话套着是他说的 是他说的 但是我其实应该再纠正我自己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第二句话套在杨将身上 除非他真的说过 因为这句话是有一点刻薄 我可以不跟别人争 但我没有必要去跟 我觉得他到了这个份上 没有必要去比拨任何人 也不像他的事情 不像他做的事情 你说呢 刘老师 对对对 他已经大家都知道 他岁数很大了 后来耳朵也听不听 总有一些这种 这种我们称之为这个老年的这种 什么性格上的一某种 你觉得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很有优越感 这应该是有的 所以他们身上有一种那种绅士味 那种桂竹气啊 绅士味 包括他的文风啊 这是就你刚才用了气味 或者用上海话说吊吊 枪吊 枪吊 这个吊吊 很多人 有的人喜欢就喜欢这个迷恋 这个有的人就不喜欢这种吊吊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是 这种吊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种吊吊 还有说钱中书翻译毛选 但是他在毛选这个课题组里啊 这个翻译组里好像也是个特别不同的存在 对 因为当时呢 实际上从40年代后期 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比较注重把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人呢 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呀 翻译成外文 推广到国际公运 甚至是世界上去就开始了 那么从五几年就更加注重这个事情 那么专门有成立了一个小组 或者叫委员会 来翻译 因为这是很慎重的 翻译这个最高领袖的 这个著作是很深重的一件事 他的主任呢 什么的 开始都是和绝大多数成员 都是那些老共产党人 比如说第一人主任叫徐永英 是当年的美共中国局的出去 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后来因为当时都属第三国际嘛 到美国长期在美国 他应与吉邦来主持这个事情 绝大多数成员 都是当年什么燕京大学的呀 什么这种教科学校 后来参加地下党老共产党员 只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 不是这种身份的 其中就有前中枢 因为他外文 大家都公认 他是非常好的 就请他来 但是你看 因为在那个年代 让你这个当毛选 这个翻译只有在五十年代 那已经很光荣的事情了 所以我现在我看有两个材料 说到这件事情 一个是一个党史方面的一个材料 中共党史 就是说当有人听说 他到这了之后 那就就向他祝贺 五十年代 他一淡淡的一笑 实际上就觉得 就是一半 你别以为我是到 当了男书房行走 还有你看 当时呢 有一个美国共产党的专家 在文革中 我们都大名领领 叫李敦白 跟你们有关 广电的 是吗 是美国共产党的员 长期到中国来 后来那个什么 安纳的路西斯特朗 最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来都是他做翻译 采访毛泽东啊 诸德啊什么 都是他做翻译 他一直留在中国 中国专家 作为美共的党员 或者加入中共啊 这种共产党专家 他是极很左的 积极投入文革 他自然而然 他也是 这个毛选翻译委员会的成员 中共的重要的文件 翻译成英语 最后都要他来把关 美国人嘛 他也写了 最近他一个口述 他也写的 他说 在我们委员会之中 当时谁都瞧不起 钱中书 觉得政治上不开展 他也不跟我们来往 我们在一起说什么吧 他也经常不参加 像当时那个毛选委员会 翻译委员会 说我们到外地去 因为他们想有某些 到外地一些宾馆呀 去讨论 他也不去 毛选于在中南海请客 请吃饭 他也找理由 不来 这个我觉得在五十年代 你可以说这个人 顽固不化 就是不改造 对伟大领袖没感情 你也可以说 另外一种观点的 你可以说他 他就是跟权力 我尽量的离得远远的 这对很多人来说 你想想 到中南领袖 请到中南海吃饭 爬着也得去 要是我 他不去 这个我觉得就 当然你不同的立场 不同观点 可以得出不同的 这个判断 反正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挺重要 西白石老先生 就给毛泽东主席 送了很多话 是吗 当然有签字 还是 他有提上款 还恭恭敬敬 这 就是能说的 爬也得去 这个 有一种人 他的这个为人处事 你比如说张大谦 我觉得就非常会做人 是吧 好像是 也有给蒋介石 送过吧 好像也有给毛泽东 送过 张大谦是一个很有江湖手腕的人 不过我倒想请问雷老师 胡乔木和他是老同学 胡乔木在把他引荐到毛泽东选集的翻译 对团队当中是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我倒不是很清楚 这个我清楚 不是 不是 我 因为当时选中了两个人 当时还有一个人也进去了 就是哲学家金月灵 金月灵进去的时候呢 就翻译那个矛盾论 时间论 因为他是哲学家 很多哲学上的词怎么把握 怎么用 你知道哲学一个概念 稍微错一点 或者翻译的不恰当一点 那个引申出来的 别人的解读 会非常不同 所以在那个 金月灵 他也不是共产党人 所以在翻译哲学这一步 就是矛盾论 时间论的时候 我说的那个叫徐永英 就特别注重金月灵的意见 因为他是著名的哲学家 我是说我明白什么呢 我就是还是看杨将自己写的 我就觉得他们有个什么心思呢 就外界有人就说呀 说这是说他们那个房子 四间房都是胡乔木 给他们 就是照顾的 部长楼里的房子 对 然后呢 就是他在书里面就讲啊 就说这个胡乔木 跟他们关系不错 然后但是有些人跟我们说呢 说胡乔木 是把他最好的一面 表现在你们面前了 然后我觉得吧 杨将他说的就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看书 他说有时候我们看一个政治人 我们就像阅读一本书 那前程书呢 就是按照这本书的最高境界去看他 那么有时候你看这个另一些人呢 就像看一根绳子 是按照最薄弱的地方来品鉴他 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有希望有所解释 我们跟胡乔木是怎么回事 这个李慎之先生 跟胡乔木先生有吉时的吉时 他也跟我讲过一些胡乔木的 那么你又看到了 他知道是跟胡乔木的 也知道是有什么 有什么 那就有一个 很能够的地方